真言 真言是指那种短小又富有哲理的话 能给人以智慧 真言书中就有大量这样的短句 它们基本出现在书的中间位置 即第十到二十九章 在真言书中还有另外一种形式 就是开头的一到九章和结尾的三十三十一章 从结构上看 真言书包括一段引言 就是一章一到九节 他把这卷书与所罗门王联系起来 还记得吧 《猎王记》上三章有一个故事 所罗门向神求智慧 以便更好的领导以色列人 最终所罗门成了文明天下最有智慧的人 从《猎王记》上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三节可知 所罗门写了上千条真言和诗歌 还搜集了很多动植物的知识 所罗门是以色列智慧文学的源头 不过真言书的资料并不都是所罗门的创作 它只是以色列智慧传统的起源 真言书的引言告诉读者 读这卷书能让人获得智慧 智慧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只意味着知识 但希伯来文中 后和骂不单指精神活动 还包括行为 比如技巧或实用知识 这就能理解为什么出埃及记三十一章 把以色列的艺术家和手工匠人都称为后和骂 所以这卷书的目的是帮你学会一系列实用的技能 可以在神的世界中活得更好 这和引言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联系起来了 这就是要敬畏耶和华 这里的敬畏不是害怕 而是对神的尊崇 和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正确认识 这是一种道德观念 知道自己不是神 而且无力分辨善恶与对错 相反 自己需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 认同神对正确与错误的定义 即使这么做 可能让自己感觉受到限制 引言之后 我们就进入真言书第一个重要部分 一到九章 这部分没有一句真言 而是因为父亲对儿子讲的十段话 教导儿子如何倾听智慧之言 培养对神的敬畏 并照此生活 这会让他一生拥有美德 诚信和慷慨 而这一切将让他获得成功和平安 父亲提醒儿子 什么是愚昧和邪恶 愚昧的决定会引来自私和骄傲 他们会导致毁灭和羞耻 因此 儿子应该追求智慧 把敬畏神当作人生的最高目标 这种思考方式 构成了整卷书的道德逻辑 这位父亲的教导 帮我们找到了圣经智慧文学的线索 并看到他与圣经其他书卷之间的不同 这些书卷探讨了 如何在神创造的世界中更好的生活 但智慧跟摩西从西内山 颁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不一样 智慧也不是神指着百姓说的预言 相反 智慧文学是神的百姓世代相传 培养出来的洞察力 关于如何在生活中荣耀神和尊重人 借着真言书 这些关于智慧的教导被整理到一起 作为神赐给百姓的智慧和话语 一到九章有四首智慧女士写的诗 在这里智慧被诗意的拟人化为一位女士 她向人呼喊 希望引起人的关注并来寻求她 智慧说 宇宙被创造的时候 她就参与其中 因此人做出的任何智慧的决定都要依靠她 当人表现出慷慨大度 或者行为正派 坚守真洁 或者主持公义 他们都是依靠智慧行事 智慧女士之师的表达手法 赋予创意和诗意 探讨了人应该如何在神的道德世界中生活的问题 善良和公正都是客观存在 如果忽略了他们 人会很危险 因此要敬畏神 按照宇宙的常理智慧的生活 现在把父亲的和智慧女士的两组教导放在一起 可以明白他们强有力的宣言 你读的不只是一些好的意见或者忠告 更是神亲自向你发出的邀请 请你从前辈那里学习智慧 因此在真言书接下来的第十到二十九章中 可以看到上百条古代的真言 他们把智慧和敬畏神的主题 尽可能的应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家庭 工作 邻里关系 友谊 性 婚姻 钱 生气 宽恕 酗酒 借债等等 这些都是经过真言第一到九章的价值观筛选过的 这些格言警句短小精悍 容易背诵 事实上书卷中这一部分变成了一部指南 不管过了多少年 你还是会一遍又一遍的翻看 这引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就是如何才能读懂这些真言 首先 所有的真言本质上都是关于可能性的 如果你敬畏神 就会做出智慧美好的选择 有可能凡事顺利 如果你不敬畏神 就会变得愚蠢 生活中可能充满艰辛 通常这是真的 但也不绝对 因此会引出下一个问题 真言不是应许 这些格言警句不是成功的公式 因此有些表达比如 敬畏耶和华使人日子加多 恶人的年岁必被减少 或者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这些话说的没错 敬畏神的确会让人品德高尚 拥有更美好更长久的人生 让孩子成长在一个关系稳固 充满爱的家庭中 对他们确实会有好处 但这些都没有保证 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事情都可能出差错 所以本质上真言传递的只是一般规律 却没有讲到例外 而例外其实有很多 但这个问题 圣经的智慧书卷并没有忽视 这些例外通通都记在了其他的智慧书中了 如约伯记和传道书 总体来说 真言承认人生太复杂 无法公式化看待 因此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智慧书放在一起 才能看到更完整的景象 真言书最后一部分 包括两首长诗 第一首诗出自亚古尔 他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愚昧 蠢笨 急需神的智慧 之后他发现 神已经把智慧赐给他了 就在圣经里 教他如何更好的生活 这样一来 我们就被带到亚古尔面前 把他看作研读真言的模范生 就是那种打开心扉 从圣经中倾听神的智慧的人 最后一首诗 是利姆伊勒王写的 他不是以色列国王 他传承了母亲的智慧 这首诗教导人 如何成为一个智慧正直的领袖 它是一首离合诗 也叫字母诗 每句诗的开头 是一个希伯来字母 整首诗讲的是一位才德的妇人 诗中描写了一个女人 依靠真言书的智慧生活 她遵守神的智慧 并把神的智慧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去做每一个决定 因此 无论在家 还是在社交圈 她都是家庭和工作的楷模 真言书开头部分 是父亲对儿子的教导 内容是聆听智慧女士的话 结尾部分 是母亲对儿子的教导 内容是 关于依靠智慧生活的女人 这卷书 是为所有人的每个生命阶段写的 它是一部指南 目的是帮助人更有智慧 更好的生活在神的美好世界里 这就是真言的经意 离开ni 感谢观看